好 各位 和我们看看Cphysics 03年的第四十五条 这类问题就是有两句statement 我们就看看两句statement是true还是false 如果那两句都是true的 我们就看看第二句statement是否第一句statement的correct explanation 我们先看看这些句子 第一句 Bird can stand on an overhead high voltage transmission cable without getting any electric shock 他就说什么?那些小鸟在high voltage transmission cable上 那些小鸟是不知道的 他不会知道原来你是高电压 他们当它是树枝 这样去踩 那些小鸟是可以踩在高电压的电纜上 他们不会触电的 OK?很厉害的 为什么他们站在上面不触电呢? 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碰那两只脚都是在碰同一条的电纜 如果他那两只脚是一只 你不要管 他的脚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碰是不知道什么光来的 就是earth的光来的 他用三只脚就会 他说是懒型的 是懒型的 懒型的插着脚过去 他就大件事 懒型是懒出祸的 懒型的插着脚过去 有一个是earth的地方 这个人叫他 V是0的 他就死了 这一条我胡说 假设他有100个kv 那一只脚会踩100kv 另一只脚会踩0kv 即是他across的pd 就是100kv 即是他之间的pd很大 就会有一个极大的驱人 流过他的人 不是 他只脚了 OK 那他就会电死了 OK 那他就立刻会死了 真的 立刻死了 死了 OK 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他是两只脚呢 正常来说 那只脚就应该没那么长 那他如果他站在一条普通电纜 两只脚都踩在同一条电纜上面的时候 那时候又怎样呢 其实他的两只脚都在踩100kv 都在踩100kv 那就是说他们两只脚之间 的pd是多少 两只脚之间的pd是0 两只脚之间的pd是0 OK 可能是有很微量的pd 的微量的pd 的 Voltage可能有少少少的下跌 有多少 可能0.00几 极之小 要是他经过那条电纜中间 就是看他两只脚 他两只脚差得多远 OK 但是他只脚应该没那么多远 所以他们之间的pd是0 因为他两只脚都踩在同一条电线 他不会电死 反而他一只脚踩在同一条电线 第二只脚踩在其他地方 或者他多手 或者他的嘴巴刮了 不同的地方 他就有机会之间 有一个pd 然后他就会有current流过他 就有机会会电死 OK 所以为什么这只脚踩是可以 是可以can Stand on high voltage的 Cable 没有Electric Stock 因为Electric Stock的原因 是因为有current流过我们 或者流过那只脚踩 流过那只脚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之间 可以碰到那两点之间是有一个pd 有一个potential difference 所以才会有current流过他 所以这只脚踩在同一条电线就没事了 OK 第二句 这个是true的 看看second statement When a bird stand on an overhead high voltage 这个transmission cable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the bird to next is very small 对啦 就是刚刚所说的 very small 是不是small到0 大概差不多 接近是0 是极之小 所以原来second statement 也是true的 而你会看到 second statement 其实就是first statement 讲的情况 的一个 解释 是一个correct 的explanation 所以 这次的答案 是a 电的 空着 员 对